4月25日,周杨青在微博小号上回应网友得不到就要把罗志祥毁掉的质疑,直接回对称,他如果只是单纯的劈腿分手,我都绝不会写这篇文章,我会以这样的方式,是因为他行为品质败坏,道德沦丧,且绝无改过的可能,所以不愿再让其他女生受害。 更直言,自己当初如果在网上看到他的这些事迹,自己绝对不会和罗志祥交往,可惜当时并没有被伤害过的女生站出来,所以自己要做这个站出来的人。